你好啊同学 上期我们讲过了动漫风人像的色彩搭配 提到了配色对于后期调色的影响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用一个非常基础的动漫风人像案例 来讲讲如何通过前期确定的配色来指导后期调色 我也想顺便通过这节课呢 和大家理一理我们动漫风人像的后期流程 认真听完 相信你又会进步一点点 我们来看圆图和成片 其实成片的变化不仅仅是色彩的变化 画面的明暗也有变化 色彩和明暗层次 这也是我们后期的两大基础部分 我们一般要先做明暗层次的调整 也就是光线 第二步才是考虑如何去调整色彩 我们就来看到这张圆图 我们先来做明暗层次的处理 这里会用到PS中的Cameron 我们看到右边的基本模块这里 明暗层次的调整主要是用到这里 首先呢 对于动漫风人像来说 我们需要减少画面黑色的比例 减少黑色能让画面变得干净 一张图中的黑色主要集中在 背光的阴影的部分 这张图中光线从人物的优惠方打过来 人物衣服的前面就是背光的部分 就会比较黑 这里我们要先通过黑色机来把暗部提亮 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画面暗部在变得明亮 画面整体在变得柔和 接着是阴影也要去提升一些 但阴影不能动太多 它对于纯黑的部分会有很强的提亮效果 会导致头发发白看起来干燥 整个画面都会有泛白的感觉 阴影参数的力度要控制好 再适当地压低一点高光 接着就是白色色接这里会做一点提升 提升白色色接能增加清新调照片的光线感 你看画面会有光线照射发光的感觉 再就是对比度 我们也要适当地降低一点 画面会柔和一些 再到下面的去薄雾这里 会适当地增加一点 它可以增加画面的通透感 这里不能太多 会显脏 一般会控制在10以内 这里调整完 我们对于画面明暗层次的调整 就已经完成了 这里也就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 画面明暗层次的调整 接着就是第二步了 也就是色彩的调整 我们上节课讲过了动漫风人像的基础配色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也就是高明度的红黄蓝绿基础四色 配色呢 它是需要我们拍摄的前后期同时考虑进去的 前期呢 我们要尽可能的去捕捉这些颜色 到我们的照片中去 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 通过规划好的配色呢 去指导我们的后期调色 动漫风的基础四色 我在做强调啊 是高明度的红黄蓝绿 我们要用红黄蓝绿来指导我们的后期调色 可以先看一下原片中我所捕捉的颜色 JK和海面是蓝 植物是黄绿 皮肤是黄 还有少许的红色的点缀 那么这里动漫风的基础颜色都有了呀 不过这些颜色呢 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蓝色的饱和度偏高 还有天空大片的白色 天空是当天天气不好嘛 所以只能留在后期来弥补 还有植物的黄绿呢 也是还不够明亮的 清楚了这些问题就可以来调色了呀 这里先讲一个要避免的问题 就是我们常常喜欢用自然饱和度 来增加画面整体的颜色浓度 但是这一张其实就不太适用啊 在调整这里时 虽然植物的绿色会变得干净 但衣服的黄色饱和度会变得很高 会导致蓝色不自然 如果你的照片在拉饱和度的时候 也会产生这种问题呢 那我们就得用其他的工具啊 这里需要我们来到HSL 也就是CAMERON里面的混色器 这个部分它可以自由地控制 某个单独的颜色 动漫风的红黄蓝绿 都可以在这里来调整啊 我们这里先来调整植物的颜色 这里我们可以同时调整植物的 明度和饱和度 我们先来提亮植物 点击明亮度右边的小按钮啊 它会自动识别植物的黄绿 鼠标放在图片上相应的位置拖动 就能来提亮了呀 提亮之后呢 色彩它会泛白 所以要再来到饱和度这个地方 来做对应部分的提升 这样植物啊 就立马会变得明亮干净了起来 皮肤的黄色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微微地提亮 这里不要提太多 会傻白傻白的 再继续取到衣服这边 来提升蓝色的明度 蓝色也不宜提升太多呀 衣服会泛白显得劣质 适当地调整就好 提亮明度呢 还是要来到上面追加饱和度啊 还是要把握好度啊 不要用力过猛了 这样调整完后 画面中占比比较大的 黄绿蓝三个颜色啊 就已经改善了很多 而红色呢 画面中其实只有少许的点缀啊 调整它对于画面几乎不影响 所以我这里选择不调整 接下来就是一片白茫茫的天空了 从配色上来说呢 我们可以为天空补充上 红黄蓝绿其中的任何一种颜色啊 基础的动漫风人像呢 则会选择补充蓝色居多 因为大自然中 天空都是呈现蓝色的嘛 我们来到PS中 这里要用到一个天空替换工具 它在编辑菜单这里 这里会出现一个天空替换的面板 这里会用上一层常用的天空啊 点击这个小齿轮就可以导入它 这个一层的天空 然后再拖动窗口 找到我们刚刚导入的天空啊 这时呢 我们就为画面补充上了蓝色 但是明显此时天空素材和原图的匹配度啊 很差啊 一看就是后期披上去的嘛 这里主要是两个问题导致的 一个是素材和原图的亮度不一致 一个是景深的虚化比例不一致 这里我们先调整一下云的位置和比例 然后再来体谅云的亮度 调整之后 素材和原图的亮度基本一致了 这里呢还可以让云偏蓝色一点 减少色温 素材的融合呢 还要注意边界过度的自然 还是这个亮度的问题啊 这里要适当的去降低这里的边缘光照 天空就能更好的和海面匹配在一起了 点击确定 再回到PS的主界面 这里要用到滤镜这里的高丝模糊 来模拟背景的景深虚化的效果 调到10左右就可以了 那么到了这里呢 我们的调色就已经完成了 相信你已经学到了一个清晰的处理动物风色彩的思路啊 那么这里做完之后啊 我还会有一点小拓展 是宜辰的喜好 我这里会去添加一些光效 也就是利用素材 然后把它们调整到绿色模式呢 融合在这张照片里面 像这样的彩虹光运 在新海城的动漫中 也是运用的非常多的嘛 那么这张图调整到这里 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看前后的对比啊 带入绿植 带入蓝天 这样的色彩搭配 是大家入门动漫风向啊 必尝试的啊 可能会有小伙伴觉得 哎这个颜色很普通很大众啊 因为这就是一个最基础 运用最广泛的动漫风配色 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个配色呢 去做一些拓展 比如说增加画面红色的比例 并把红色改成粉色 画面就会变得活泼可爱一些 又或者说是我们可以直接 砍掉绿色和红色 那么画面的配色会更趋于干净 好了 那么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想看一辰更多的 关于色彩方面的知识的分享 记得三连关注一辰哦 一辰也会更有动力去做更新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学习摄影 也可以参加一辰的学习班 这次的光环班5.0呢 针对的人群还是零基础入门 以及遇到瓶颈啊 想要突破进步 建立个人摄影风格的小伙伴 这一期一共会有18节课 前四节课 我会为大家来梳理摄影最基础的知识 帮助新手小伙伴们 短期内完成从零基础入门 到能够独立拍摄的这么一个过渡 到了后面的十节课呢 就是我们的实战拍摄案例了 这一期的话 我们是新增了前期拍摄直播课 我将带大家看到 一层现场拍片的全过程 你会对于前期拍摄的光线 还有构图 以及如何调通模特情绪 还有动作的引导等 有非常直观的感受 后期方面呢 我也将系统的从思路的层面来讲解 我们如何调出不同风格的颜色 你会理解一组风格化照片 为什么要这么拍 为什么要这样来调色 学会底层的逻辑方法 课程并非网络上随处可见的那种 幻天皮月亮的这种后期技巧 而是只在从摄影思维 还有审美层面来建立认知 让大家真正地做到 技巧和审美共同来进步 平时拍摄如果遇到了瓶颈 也不用担心 随时都可以找一成一对一的沟通指导 一成永远不会放弃每一个学生的 也许你是因为我的一组图 一段话或者是朋友的推荐 或者是一直关注一成 选择了光红班 对于一成来说 这都是一段注定的缘分 外面的世界很喧嚣 社会上也有很多浮躁的东西 但是我希望 你们能有自己的生活的节奏 能有自己学习的节奏 可以沉下心来学习 我答应各位 只要你还在坚持摄影 无论是在B站 还是在我的光环班 我都会愿意一直陪着你 希望我们都能尊崇内心 拍我们自己所爱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